南部水情持續拉緊報 高雄主要供水的水庫蓄水率已降再降 已經不足事成 高雄市長陳其邁就宣布 水情燈號將在3月30號轉為成燈的減量供水 繼3月8號才轉為黃燈後 不到一個月又再調降 看得出來水情相當獨樂觀 希望說能夠藉由減量供水的措施 從現行的一天是145萬噸 可以降到136萬噸 前年大旱的時候 我們大概透過一連串的節水措施 大概可以減到133萬噸的用水量 層燈減量供水主要影響的 就是每月用水在1000度以上的工業大戶 以及非工業用水大戶 例如游泳池水療業者等等 將會進行節水 一般民眾則是維持夜間減壓供水 都會在水量上 會有大概最高20%的水量限制 在我們民生用水的這個部分 也包括像我們的洗車 游泳池 水療 等等 這些非工業的用水大戶 減量供水10% 我們最高可能會達到20%的目標 計算標準是從去年的9月 到今年的12月 112年的12月 它的平均每月的用水量來做計算 減量10% 轉為塵燈後 原則人士減少對民生的衝擊 會在管墨與高地設置取水站 照顧受影響的民眾 而高雄兩座再生水場 將會增加1.3萬噸的供應 岡山橋頭等6座的污水處理場 也會提供1.8萬噸的刺激用水 給民眾免費取水使用 另外中央也有相關動作 4月底之前會從台中那邊 將海水淡化的機組 移動式的機組 會把這邊拆解以後 然後到我們新大港這邊來組裝 組裝完以後 我們異故是 水利署這邊異故在4月底之前 會開始產水 那未來產出的量 會直接增加到1.5萬噸 1.5萬噸的用水 會直接接入到我們自來水的廣網 解水措施不斷加碼 但根本問題仍是缺乏降雨 目前預估在3月底 將會有一波小封面 期望能帶來九旱後的甘霖 拯救缺水危機 記者邱玉婷 高雄採訪報導